一下車就被大批媒體包圍 林森前櫃大火釀多人死傷 第一時間上火線的 確是副市長黃珊珊 大家都在問柯市長人呢 當時的失火原因 我想我們還是給專業處理 不過大概知道 因為是施工造成的一些疏失 說不要下結論 但還沒調查 怎麼定調是施工釀貨 把前櫃的責任 推給電梯維修業者 再被問到火警細項 都是人在後面的黃珊珊 PASS給答案 只留下短短一句話 要林森前櫃別想再營業 但已經做過的安檢 只強調會再加強 沒表明會重來一遍 就連要不要通通勒令停業 也沒有明說 第一步我們先還是 先停止營業 第二要保全證據 整棟裡面造成這樣 我想也不能營業的 不是全部前櫃停業 也沒有要全面檢視 北市的前櫃安檢 還原時間點26號上午10點57分 前櫃火警釀多人死傷 柯文哲人還在屏洞行銷農漁產 一直到下午3點36分 抵達前櫃 這正晚了四個半小時 全靠12點半到的黃珊珊 坐鎮指揮現撐場 緊接著在趕往馬街探視傷者 昨天我們去高雄開那個 市政 國政訓練班 所以我就再轉到房條 所以我聽到消息以後就回來了 強調一聽到大火消息 就立刻北返 但針對北市25年來最慘重傷亡的 KTV火警 柯文哲對於前櫃的究責態度 恐怕也會反映在失正滿意度 接著搖家點位文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